这节课我们来认识一下Synapseed中的黑白,在大多数软件中,黑白风格只有一种,而Synapseed中的黑白是多样化的,不同的黑白风格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打开Synapseed点击加号,从手机相册中导入一张照片,点击工具中的黑白,看到下面中间有三个选项,分别是彩色绿光片,手动调节和滤镜样式,右边的是滤镜样式,包含六种不同黑白风格的预设,这里不做过多解释, 可以根据不同的喜好和效果直接套用,中间的是手动调节选项,可直接在屏幕上下滑动来打开参数调节,其中包含三个选项,亮度,对比度和力度,可以对某一个预设风格做进一步的调节,选择某项后,水平滑动改参数,亮度和对比度是前面讲过的基本调节,力度是给照片增加自然的颗粒感,左边的是彩色绿光片,其中包括中性,红色,橙色,黄色, 绿色,蓝色六种颜色光片,可以让我们快速对一张照片的不同色彩区域进行更细致的明亮度和对比度的控制,这里和相机有些相似,比如在相机中,镜头前放置物理彩色绿光片时,彩色绿光片可以绿除到达胶片或传感器的光线的颜色, 简单来说,比如想拍一朵黄色的小花,如果在镜头前放一个黄色绿光片,阻挡一部分绿叶散射出的绿光,蓝天散射出的蓝光,而让黄花散射出的黄光大量通过,这样黄花就显得十分明显了,会更突出这朵黄花。 当拍天空的时候,蓝天比较多,可以考虑使用蓝色绿光片,拍植物绿色比较多,可以考虑绿色绿光片,如果是人像一类的,可以考虑橙色或者黄色。 同样道理,在Synapseed黑白中,在这张照片中加入黄色绿光片后,会更加突出黄色,使画面中黄色更加明亮,黄色相对应色彩会更加暗淡一些。 当选定某个彩色绿片,左右滑动即可改变对应参数,其实黑白照片不只单单去掉画面的色彩,高质感的黑白照片也是通过各种色彩的灰度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大家多动手操作就会有更深的理解。